朱主席你好 我昨天有看全城的总统辩论 那昨天朱主席有提到 就是关于淡水阿嬷的事情 那也意外造成一个新闻的话题 对那网路上其实大家都还蛮想知道 关于淡水阿嬷更多的细节 那是不是可以请朱主席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今年大概 我决定不出来参选之后 好多好多的民众 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都还是一直鼓励我 那当然大家也大概知道这个过程 那也大概知道说 其实在有时候 因为我是地方首长 不管是参加活动的时候 或去拜拜的时候 都会很多的民众都给我鼓励 一般的公伙 你出来算 都是这样的讲法 那我记得大概 一直到今年 大概九月底十月 大概已经到九月底了 那时候大家有在讨论国民党要不要重新检讨的时候 那我记得我去拜拜的时候 拜拜的时候 都很多 都很多 乘客嘛 很多人都说 书长你要出来算 久了就有一个阿嬷 那个阿嬷就走过来 就跟他说 书长啊 你一定要出来算 你如果不出来算 连天宫北都不允论你 我说 那是这样 我做好书长就好啊 那他的讲法 那他的讲法都 一句话很直接啊 你来救台湾啦 为台湾啦 这样子 那这句话当然是 比较让我觉得 心里很有感啊 就是说 为什么连很多的 这些乡亲 大家很多的长辈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疑虑 就欢乐嘛 欢乐嘛 对台湾 未来欢乐 我觉得这就是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我自己的一个心情的变化 一个心情的变化 朱主席 我们刚刚你和警卫副社 有聊到说 国民党跟年轻世代 好像其实相较之下 是比较有距离一点的 那你平常 你自己会有上网的习惯吗 你会不会上Facebook或PTT 谢谢 我今天 如果一天不上网 大概觉得很难过吧 我跟所有的人 大概都是低头主一样的嘛 那我们Facebook一样啊 有时候就一定都是非常 除了我自己的官网 当然还有其他的 像我们同学之间 还有特殊的网页啊 那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看的 对 所以朱主席 你有注意到PTT上面 其实有时候 大家会对你有一些 像是Kuso的东西 或者是帮你取一些绰号 那你对这些东西 你是怎样子去看待他们的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 两个情况 PTT里面的情况 当然我知道最近 这个很多复杂的一个情况 也有人常常讲说 很多的友军 很多的敌军 各种方式都有 所以有时候就看看就好 那我有时候觉得想想 就不看也无所谓 那因为我们现在 在等于在作战的时候嘛 那我们全力以赴 把真实的一面告诉大家 那网友有时候 要怎么样的哭手 会有一些想法 我们笑一笑就好 像朱主席 你之前有那个额头那一道光 那个造成了蛮大的回响 很多年轻朋友都还蛮注意这个东西的 那有没有 之后会不会再有别的想法 试图再去贴近网络时代一些这样子 我自己是网络时代 但是相对于年轻网络时代 是有一些想法不同 比如举枯手 这个 譬如说额头的一道光的那个 当他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相信我跟这个景维兄一样 大概一定会觉得说 你干嘛笑我头发变少 后来发觉自我消遣是蛮有趣的 年轻世代跟我们这一代的想法 可能稍微有一点距离 但是我们也要学习 那朱主席想要请问你 就是像前总统陈水扁 或者是马英九总统 他们的家人 其实都一直受到外界 很严重的注视的目光 那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家人 也就是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这个是我重振最大的一个concern 就是最大的一个考量 因为台湾的政治环境 或社会环境 对重振人的家人 是非常不友善的 我必须讲非常不友善 不管是你的竞选对手 或者是我们的社会 常常就是用很多有色的眼光来看 所以现在不是从政的人自己很辛苦 连家人也变成很辛苦 所以我可以很理解到 包括陈水扁总统 或者马英九总统 他的家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态度 这也是包括我自己的家人 基本上为什么说如果我要出来参选 他们都会非常非常的迟疑 甚至比较难接受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现在 跟上一个世代又不同 上一个世代你可能每一天只能在报纸上 或在电视上提到对你的批评 现在是无所不在 而且是24小时 尤其在网络的时代 太多太多的这种霸凌事件出现 太多太多的这种压力会给政治人物 那给政治人物还好 但是政治人物的小孩或政治人物的家人 他们是无辜的 尤其是未成年的小孩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也要思考 用同理心大家彼此思考 所以我也有担心这件事 就是说如果台湾这样继续的恶性循环下去 将来很难会有一些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敢重振 敢重振 这是一个会造成我们社会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反淘汰 所以我希望大家越来越要学会重视隐私 我们重视隐私的结果 才会让这个社会走向一个正循环 因为我们看看先进民主国家 是非常重视他们的隐私 跟他们的家人的隐私 那个朱主席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想代表我自己询问一下 对因为我虽然是81年次 但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小孩了 那对那就是在年轻人角度来说 现在我们在意的不只是薪资 还有高房价的问题 对那我现在可能不管工作多久 都没有办法可以买得起房子 那想请问一下朱主席 如果未来上任之后 有没有对于高房价这边有一个相应的政策 我想你讲的没有错 第一个我们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帮助 就是说第一个在他需要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储备第一桶金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给他帮忙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七年我们现在多给他 前几年多给他一些房租津贴 或者是一些社会住宅的新建 这个两者是同时可以并行的 那我是主张多给房租津贴 因为房租津贴可以补助年轻人 让他在很多的地方 只要他能够先租到房子 然后用最低的成本 因为政府有给他支持 只要年轻人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支持 他可以储备一些购物的基金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房地产本身 我们还是很重视的就是供给跟需求 那政府一定要让我们房地产本身的供给量够 然后需求 这个不需要有的需求不要有这么多 什么意思呢 供给量够的意思就是 我们让这些豪宅这些不谈了 就是说比较平价的一些住宅 在很多的区域 只要交通便利 我们的设施 包括教育的设施 所有的设施符合的话 很多的年轻人就愿意住在这边 那现在的交通又比十年前的交通 比二十年前的交通进步非常多 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有很便捷的交通 这便捷的交通包含捷运 包含火车的轨道因素捷运化 包含这个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或者是我们讲说快捷公车 这些都能够让大家很方便的能够到达 另外一个就是需求 我们希望让草房的或者是这些 所有会垫高房价的一些措施 我们让它能够减少 这个包括就像我们以新北市为例子 我们这次调整地价税的时候考虑 就是对一般自由住宅 我们影响越小越好 但是你去囤积住宅的话 你会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个就是让你的供给面能够越来越多 然后需求面是一般真正要买房子的人 所以我们就是逐渐让我们市场能够回复正常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现在的房价最近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大家可能认为还有一个下降的空间 回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房价 我常常讲说让大家差不多八倍的房价 就是八倍的所得了 那现在是大概新北市大概13倍吧 那台北市当然特别高了16了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逐渐的降下来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想要对朱主席来做一个网路用语的考试 因为朱主席也是低头组 那我们是从难的开始还是从简单的开始 我都不知道答案了 怎么突然要问我这个 好那我们就这个 朱主席知道是 鲁蛇当然知道啊 好那这个 出来供当然知道啊 那是什么意思 出来供啊 出来供 好那这个 口贤体正直 这个不知道耶 这个就是意思说 嘴上说不要 可是身体却很诚实 哦是是是口贤体正直 是好 都是耶的错知道 好然后我们最后一个 神像起风了 然后这个是那个 那个那个 早前见 那个孔明借鉴的事情 对然后他就是有一些隐身的意义这样子 对他是暗示 就是在PTT上讨论每个事件的时候 然后有人出来带风向 那风向可能会转向另外一边 就会有网友在下面留言说 成像起风了 对 这个还还真的要历史学的还不错的 对 好 好用 那我们今天的考试就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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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